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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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尼斯位于北非 在历史上曾经是加太基谷国 出过一个大将军叫做汉尼拔 这汉尼拔撼动了整个北非和强大的罗马帝国 历史上很有名的带着大象冲锋的 就是他 就是汉尼拔将军 2011年 杜尼斯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并引发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革命风浪 叫做茉莉花革命 为什么叫茉莉花革命呢 因为突尼斯的国花叫做茉莉花 这场革命最后演化成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运动 波及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突尼斯这次革命也有一个英雄 不过他不是什么大将军 而是一个无政小摊贩 他的名字叫布瓦吉吉 他是个26岁的突尼斯青年 出生上学啊 都没离开过他生活的那座城市叫做西迪布吉德 他的父亲是个建筑工人 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然后他的母亲改嫁了自己的叔叔 一家七兄妹 叔叔身体还不好 没有固定工作 日子呢 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补贴家用 布瓦吉吉十几岁啊 就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 他艰难的获得了大学的文凭 希望有个更好的工作 来帮着让几个妹妹继续读书 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 距离这些活在底层社会人们的梦想很远 哪怕这些梦想是那么的卑微 突尼斯跟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一样 他的这些执政者呀 最高执政的长期占有权力 不管他们是怎么自诩啊 或者是自信 他们能代表着他们国家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极权统治啊 最后都滋生出来了腐败 而且是无可避免的毁坏着国家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 他怎么上台的呢 他当年也是通过一场茉莉花革命 在1987年发动了一场政变 推翻了原来的总统 这么上的台 到2010年这么一算 23个年头了 你说搞不搞民主选举呢 他也搞 到时间就做选总统 那到时间他就高票当选总统 阿里的家族与控制突尼斯主要经济的黑社会 最后开始勾结 获得了大量的利益 政治腐败呀 这个言论不自由啊 通货膨胀严重啊 而所有这些现象到了布瓦基基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更加严重 因为什么呢 它是个内陆城市 外界很少关注 地方政府贪腐横行 民众的失业率在这个城市高达30% 布瓦基基当年是申请去当兵 但是呢 就是愿意去送礼吧 也没有门路 不认识当官的 后来他是大学毕业后的申请工作 申请了多项工作也被拒绝 没有别的选择情况下 布瓦基基从操就业 在稀里布吉德的街上呢 开始重新卖水果 这每月赚取大约140美元的这个收入 而这笔微薄的收入 却要供来用来这个支付家庭的费用 供应这个母亲叔叔弟弟妹妹的生活 还要供应一位妹妹上大学 你说这压力有多大 这天呢 布瓦基基跟往常一样 推着他的小推车 来到了街上 首先他遇到了一位当地的片警 跟他打招呼 说 嘿 布瓦基基 今天出来这么早啊 布瓦基基十岁开始 就跟这些警察打交道了 这些警察呀 从他手里夺走了 无数的手推车和货品 布瓦基基有选择吗 没有别的选择呀 即便他在邻居们的羡慕的眼光中 完成了大学的教育 依然是看不到任何 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他就开始应付那位片警了 他说 哦 是的 这个感谢阿拉 这个阿斯萨拉努 布瓦基基就堆出一脸的这个笑 捧着车上的一把椰枣 捧上来 给片警递过去了 片警都没接 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说 布瓦基基 你出了这条街 我就不管你了 不过看着老邻居的份上 我告诉你 今天市政城管那批人恐怕会难为你的 他们就在街上呢 布瓦基基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呀 不过我听说过好像这个城市里那个就业个体经营办公室的官员说啊 在小推车上卖货的小摊贩不需要执照 能让我们有条活路 片警把脸凑到那个布瓦基基的面前说 布瓦基基 你的那点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在西迪布瓦德这个城市里 只有钱才是法律 布瓦基基今天首推车上啊 是一批新鲜的椰枣 他借了钱买下来的 这个椰枣啊 在图尼斯啊 它是号称叫沙漠新娘 这名字多漂亮啊 它产于撒哈拉边缘上 特别的甜 而且这甜的还不腻 他这钱呢 是从这个朋友呢 借了总共借了500个蒂纳尔 差不多算了 差不多等于200美元 他借了钱上的新货 他听那片井的一番话呢 其实心里是很难过 一阵阴影飘过心里 可是生活所迫 他没有别的办法 捂着勇气 硬着头皮 把车推出了接口 2010年12月17日的上午 城管的小面包车突然就杀到了 一个城管很熟练的 啪就夺过了 布瓦基基手推车的把手 另一个城管也是很熟练 一脚就踩在了轮胎上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宣布布瓦基基你的行为 违背了这个若干若干若干的规定 然后放慢了说话的口气说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吃椰枣都吃得快吐了 我们也不想要你这一车的水果了 你呢 你得拿出来一些罚款 我们就可以让你有个改正的机会 你看这城管强行索要钱财这副嘴脸 布瓦基基 试图用力拉了一下那手推车 他发现屠楼 他多颤弱呀 拉不过那俩城管呢 他没城管力气大 不过呢 他也没有献钱 这下子怎么办呢 他开始用他受过的教育 开始温和的跟着城管讲道理 也带着一些祈求的这口气 他说 哎呀 我听说了 现在的呢 这个好多人没有工作 市里面有一个叫就业和个体经营办公室 说了 咱这小推车呀 卖货呀 不需要执照 您看我这妹妹呀 上学还等着钱用 还有我的叔叔 他好几个月都没有工作了 这个时候 小面包车车门打开了 一个女官员走了下来 就是45岁的城管主管叫做法亦达 这个法亦达呀 他很熟悉这个社区 他也认识布瓦基基的家里面人 他熟悉他的情况 他说了 布瓦基基 读了几年书 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你的爸爸我认识就是一个短命鬼 还有你的叔叔是个劳病鬼 一个男人总是说自己身体不好躺在床上 这个社会呀 我们不养懒人 这个话说完布瓦基基 这是受到了巨大的凌辱啊 父亲和叔叔的命运 那是那是阿拉的安排 再大的苦难 这自己当儿子的都得承担下来的 但是这么一个伊斯兰的女人 居然能够指着自己的鼻子羞辱自己 布瓦基基的愤怒爆发了 咱们知道这个在伊斯兰呢 这个女性是男尊女卑呀 这个女性在侮辱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是更大的侮辱 所以布瓦基基一下子 跟这两个城管就发生了冲突 冲突的结果是什么 布瓦基基的脸被狠狠地抽了几巴掌 还吐了口水 你看这侮辱了父亲吐了口水 扇了巴掌 就电子撑还被人拿走了 布瓦基基所遭受的侮辱 让他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受到激怒的布瓦基基 直接就前往了地方政府的办公室 他要投诉 但是呢 总督拒绝见他 看他在外面喊 然后把窗户关上了 他说 这么一个苍蝇在外面嗡嗡的叫 真让我心烦 侮辱冷漠 布瓦基基已经不知道还有怎样的出路了 于是他去买了两瓶松节油 站在政府大楼前大声喊道说 你们现在要是不见我 我就把自己给烧了 可是除了自己在空旷的广场上的回音 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回答 布瓦基基开始把燃料淋在了自己身上 点着了火 18天后 一致无效的布瓦基基去世了 在这个18天里 民心发生了畸变 布瓦基基所在的这个城市发生了起义 人们高喊说今天布瓦基基我们为你哭泣 我们必须让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哭泣 人民开始报复了 社交媒体上广泛的这个传播 布瓦基基的资分场面 还有当时的送葬的镜头 当时送葬啊 12万人的城市去了接近6000人的送葬的队伍 然后这个暴动的迅速就扩散到了首都 到了来年的1月14号 总统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 结束了23年的统治 但是国内的这场抗议示威活动 依旧持续着 并且人民的起义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多国迅速扩散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 于是引发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众 走上了街头进行示威抗议 形成了阿拉伯之春 这一个深刻的民主运动 为了终止政治腐败 家族企业垄断 新闻垄断的情形 抗议活动使得阿尔及利亚、约旦、巴林、也门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开始让步 但是反政府示威继续扩大 开始波及了重要的国家埃及 时任总统布巴拉克在2011年的2月11号宣布下台 结束了他30年来的统治 紧接着示威活动又向利比亚蔓延 这个中东地区最强悍的独裁者叫做卡扎飞控制的政府 他威胁说你们要是示威 咱们就打仗开仗进入内战 结果旧政权大量的官员开始抛弃卡扎飞 寻求避难 好多外交官在国外就不回来了 在国内的好多这些大官当初的官员们 组建了临时政府跟卡扎飞对抗起来了 这个联合国通过了1973号决议 开始干预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安全 因为卡扎飞的这个政府军下 大量的开始屠杀平民 来自法国 美国 英国的空军 开始轰炸卡扎飞的军队 8月22号 历史上的今天 执政22年的卡扎飞独裁军事集权被解散了 两个月后 卡扎飞本人被枪杀 一个社会的低端人口 一个在傲慢的统治者中 跟苍蝇一样的生命 用一把火燃烧了自己 同时也点着了哈拉伯世界的民主火焰 强大的威权主义 总是活在极度的不安全的执政当中 所以他们要竭尽全力去控制人民 自由的敢讲真相的媒体是独裁者的噩梦 即便他们控制了他们认为所有的媒体 但是今天社交媒体的出现在阿拉伯之春的作用 远远超过了一支军队 极权国家把反对党不同的声音都消灭了 但是群众也是群龙无首了 但就这么一场看似群龙无首的运动 看似没有领袖没有反对党的运动 却在社交媒体的号召下 在社交媒体的宣传下 他们走在了一起 正是这种人多是种 众志成城 最后上街示威游行 实现了推翻政府的这么一种功效 因为担心被清算 而不敢像以往那样躲在黑暗中 刑恶的政府军 原来的黑恶势力警察 那也必会在Facebook 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曝光 给他们做下记录 于是他们的刑恶没有那么狠了 这一波民主浪潮的负面影响 后来是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些国家地区 被不断的扩大和宣传 他们说你看看搞民主运动啊 这个什么阿拉伯之春的 最后都是国内动荡不安 搞内战 恐怖主义扩散 但实际上咱们说 这就像患了绝症的病人接受手术一样 痛苦是寄生在健康美好的 身体上的癌细胞造成的 手术的痛苦实际上来得越早 反而这人生存的几率越大 有意思的是咱们发现 在这场阿拉伯之春运动当中 这个军事强人卡扎菲 在国际社会上发出了 很明确让他倒台的信号 同时对他发出通缉令的时候 这个当初号称最强大的军人政权 他的亲密战友 他身边的高官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纷纷纷纷纷退党叛逃 卡扎菲是这一场运动中 唯一被打死的独裁者 历史上的今天 阿拉伯之春 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 春天还会远吗